請大家起立 我們一起祷告 我們的神、我們的祖母 我們在天上的阿爸父 今天是美國國家祷告日 感謝祖 此時此刻 美國政府、軍隊、社區和民眾 都在禱告 在祢面前尋求祢的子弟 恳求祢賜下憐憫 依治這篇土地 感謝祖 祢帶領我們來到美國 這是以基督信仰為立國資本的國家 每當面臨重大的關卡時 全美國都會向祢祈禱 尋求祢的保護和力量 因此 在全世界面臨 溫月流行人心黃寶石 我們的總統和他的領導團隊呼籲我們一起祷告 身心 必蒙主 你垂聽 主要求祢阻止病毒的大流行 拯救已經得病的人 不但是救他們肉體的生命 也要讓他們結著疾病 認識主 相信主 接受主 靈魂得救 求祢賜下恩典 讓還沒有信主的人 能夠反思 悔改 快快地來跟隨主 相信主 求主 你提醒我們已經信主的基督徒 在這個時候 更要謹慎自首 經行禱告 求主 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除去心裡的不安與懼 加添我們信心 使我們高強有力 你的命 你的名在這殿裡 我們眾弟兄姊妹 站在這殿前向你呼全 求主 你睜眼看 也正而聽 我們同心合一 獻上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命 Amen 現在我們同頌主導人 我們在天上的父母 願願得新的名為到 願田臣 願見國交易 願見自曰已 願見主義行在地下 simulations competing在天上 我方要求為主 祈福 祈福 每個独天神 願元我們贊 如同我們元 voltar 請教文典視財 取我們投貿心臀 願為活度全靈 東 descend 其道神明 Amen 請坐 從去年的年底開始 世界各地發生了太多太多的天災人禍 每當有空前的大災難連續發生的時候 人們就會想到世界末日將要來到 當日的蒙徒聽到耶穌預言聖殿將要被毀的時候 也有同樣的想法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節記者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 門徒暗暗地來說 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 你將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呢 門徒請耶穌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時候你再來世界末日到了 第二個問題是世界末日要來了會有些什麼預兆呢 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 就記載了耶穌給他們的回答 我們從聖經看到耶穌對門徒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世界末日和耶穌你再來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世界末日什麼時候耶穌你再來 這個問題耶穌幾乎沒有答覆 不像前幾年有人說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 耶穌要再來 耶穌沒有說過 那耶穌的回答是強調了在世界末日以前會發生的事情 假先知會冒耶穌的名來迷惑人 會有打仗 有饑荒 有地震 有溫運 這一切 從2009年底到現在都在一一的應言 耶穌的答覆和講論就指出你們都不要太緊張什麼時候 不要緊張缺缺發生的日期 而要專注於基督和祂的幻語 並且要遵守神的旨意 謹慎自首 進行禱告 預備好自己 那在約翰福音五章十九到三十節 就是今天我們剛剛一起讀的經文 又記載了耶穌的一篇講道 在這篇講道中 主耶穌預告了末日的兩個消息 是關乎我們每個人生或者死的重要消息 弟兄姊妹 聖經多次向我們見證 人有兩種死 肉體的死和靈魂的死 一般的情況下 我們所說的死了死了 這個死大多就是指人的肉體死亡 但是肉體死亡以後還有生命 我們人是由靈魂體三部分組成的 體就是我們人的這個身體 這個身體在衰敗在死亡以後 人的靈魂毅然存在 有一位莫迪醫生 他曾經根據他和五十位 有過平臨死亡經驗的人的談話 寫了一本書叫生命之後的生命 在這本書裡面他寫到 有些人聽到醫生宣告自己已經死亡 聽到這個消息他躺在床上 聽到醫生說這個人已經死亡了以後 有的人會感覺到一種極大的平安 有的人是感到極大的驚慌 有的人也會感到自己的身體飄在半空中 然後在半空中看到醫生正在處理自己身體 這些經驗並不是幻覺 這是說明在人的肉體的生命 死去以後仍然還有生命 那就是靈性的生命 所以其實說一個人死了 還不如說這個人去世了 這個人離開世界了 這樣來表達肉體的死亡 這個意思比死了死了要好 因為其實他靈性的生命還沒死 只是他肉體的生命離開了世界而已 在《西伯來書》九章二十七節說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 每個人的身體死後還有靈性的生命 這個靈性的生命必須要面對最後的審判 約翰福音五章所記載的 主耶穌向我們預告末日的兩支消息 為的是提醒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認真思想好好預備 耶穌預告我們兩支末日的消息 第一支是約翰福音五章二十四節所記的 那我們一起來把約翰福音五章二十四節 我們可以一起念一下 那聽我話的又算開我來著的 就要有生不足以定罪 是已經初到年生了 初始入生了 這支經文 短短的一支經文 包含了三個意思 我們一起來想 將來能不能得救 能不能得永生 取決於現在 你是不是聽耶穌的話 我們來教會的人都帶著耳朵坐在下面 那是不是百分之百的聽耶穌的話 沒有 有的人是心不在業 人坐在這裡 心不在這裡 聖牧師上次講過 人坐在這裡 心裡是在想別的事情 那就聽不進去 也有的人是前聽後忘記 一個耳朵進一個耳朵出 聽耶穌的話 這個聽首先要聽進去 聽進去以後還要聽明白了 聽明白了還要記在心中 並且落實在行動中 聽見了 聽進去了 明白了主話語的意思 記住主的教導 並且行出來 這才達到聽主話的要求 在雅各書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節 教導我們說 我們幾年 你不要行道 不要安甘聽道 是自己欺負自己 因為無道還無行道的 就像他眼對著聽著看自己 本來的面部 看見從後誰地方 把他的相貌如何 沒有詳細查看他 確然沒信任自由自律法 聽見自常主事 這也不是聽了一段話 才能實在上一段話 就在他身上一段話 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聽主的話 要聽進去 要聽明白 要聽後記在心上 並且行出來 這才叫真正的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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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段話的第二個意思 講到將來能不能得救 除了取具於你是不是真正的聽主的話 聽到並且行道 聽到並且行道 還要取具於你現在 是不是信神 剛剛經文的第二句話 那聽我話並且信那猜我來的 猜主耶穌來的就是神 你是不是信神 你是不是信耶穌 這個信 不單單是你口頭上說 我相信我相信 也不單單是指你已經受洗了 已經成為正光教會的一員了 在教會的名單上有了你的名字 不僅僅是這一些 相信耶穌不單單是理智上的承認 不單單你說 神是天上的阿爸父 不單單是停留在這裡 我們相信他還要信靠他 讓他來掌管自己的一生 這個信包含著相信接納接受的意思 現在我們是在教會的名冊上 有了自己的名字 我們在這裡受洗的弟兄姊妹 或者雖然不是在這裡受洗 但是在別的地方受洗以後 像我是在上海受洗的 但是我們已經把這個教會 作為自己屬靈的家 那我們的名字在這個教會的名字上 那我們這個地方有名字不夠 我們還要在天上的生命冊上 有自己的名字 我們相信神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 我們聽耶穌的話 我們要接受祂的救贖 接納祂為我自己的救主 所以我們相信主 跟隨主也聽從主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一章十二節我們一起來念 凡接待祂 凡接待祂 要接待我們的耶穌 為什麼我們說主耶穌 主耶穌啊 就是祂要在你心裡做主 遇到任何事情 碰到任何問題 不是你自己做主 不是你去問問別人 問問自己的父母 你看這個事情該怎麼辦 你幫我做主 不是的 要你接待主在你心裡做主 那你才是父神的兒女 那第三個意思 就是說 末日來臨的時候 聽耶穌的話 並且徵詢耶穌的旨意 相信耶穌的人將不被定罪 不被定罪 所以剛剛我們說 希伯來書告訴我們 我們人人都犯了罪 所以我們人人都會死 罪的國家就是死 但是我們 因著相信耶穌 遵行祂的旨意 相信接納神為我們的救主 我們將不被定罪 不是我們沒有罪 乃是不被定罪 乃是不被定罪 我們因為相信耶穌 因信被稱為義 羅馬書三章二十二節說 我們請念 神的義 因信耶穌基督 神的義 神這些義 是祂交給我們 為什麼交給我們 因為我們相信祂 那這個相信 不單單是口頭的相信 還有接待接納 把我們所信的神 神放在我們的心裡 讓祂做主 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一個有罪的人 被稱為義 我們是硬性被稱為義 弟兄姊妹我們都是罪人 我們不被定罪 我們被稱為義 不是我們自己好 那是耶穌好 是因為我們選擇了相信耶穌 這個上好的福分 羅馬書五章一節到二節說 我們既因信稱義 就結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與上帝和好 我們又結著祂 因信進入現在所佔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 盼望神的榮耀 我們是必死的罪人 因信被稱為義 我們便能夠脫離靈魂的永死 進入永生 這是何等大的福分 弟兄姊妹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五章二十四節 向我們預告的這個末日的消息 對於我們已經相信主的人來講 實在是一個莫大的安慰 大家想想我們為什麼信耶穌的 當然不排除有的人 是心懷思義 另有所求 在美國很多是為了辦身份 在這裡來申請 因著宗教信仰受迫害而信的主 條條大路通羅馬 不管你是因著什麼來相信主 聖靈感動你來接受這位救主的 但是大多數人的信仰是停留在 我們信耶穌是為了得到神的祝福 我們為了平安喜樂 我們生病的人是為了得到神的醫治 來信耶穌的 是的這一切一切的需求 主耶穌都會為相信祂的人來有預備 風風浮浮的預備 超過你所求所想的預備 但是聖經也告訴我們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信耶穌只是停留在 為今生我們的肉生活在世上的一切的需求 只是為了我現在的難處得到解決 我現在生病得到醫治 我有什麼痛苦失望得到神的安慰幫助 如果你只是為了今生的這一切的指望 那就比眾人更可憐 你也太可惜了 因為我們信主的人 不但今生有指望 我們將來更有盼望 主耶穌的預告 讓我們這一班人 信他的人 有了永生的盼望 我們信主的人永遠不死 不是指我們的肉身 乃是指我們靈性的生命 我們活在基督裡 基督也活在我們裡面 在彼得前書一章三到五節說 願聖戰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天父 他承造自己的大憐憫 接著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重生了我們 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 不能黏霧 不能衰殘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紀念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就是為我們這一班信他的人來預備 我們將來的基業 在天上的基業 是不能朽壞 不能摔財 好多人活著的時候 拼命賺錢 特別生活人 賺了錢買房子 把這個房子看作他自己的基業 這個房子 年久了 一點點舊了 一點點壞了 來一個地震 就全部正壞了 你傻都沒有 但是天上的基業 是永遠不會去壞 弟兄姊妹 我們信主的人 不單單是今生有子旺 我們在入世的時候 還要得著神會我們預備的救恩 我們靈性生命的永生 我們是出死入生 我們還有在天上不能朽壞的基業 主耶穌預告的這一個末世的信息 同時也提醒了我們 要使自己得著永生 要使自己得著天上的基業 要現在聽耶穌話 信上帝 那麼你的周圍 你的家人 你的鄰居 你的朋友 我們的同胞 他們現在沒有相信 他們現在不聽耶穌的話 現在沒有遵行神的旨意 那將來他們就不能得著正義 那真的是天人永隔 所以我們應當快快地把福音傳開 從自己周圍的人開始 特別是自己的家人 我想大家都捨不得到末世來臨的時候 接受審判以後 接受審判以後 你上去了 你的家人下去了 這個痛苦 你現在就能夠努力把它消除 在約翰福音五章二十五到三十節 所以主耶穌又預告了末日的另外一個消息 那就是當我們走完這一生以後 每個人都必然地會面對審判 那主耶穌說 他是生命之主 也是審判之主 父神將審判的權柄交給了耶穌 約翰福音五章二十七節說 因為他就是耶穌是人子 就賜給他行判的權利 在五章三十節 主耶穌說 我們起念 我憑著自己做能做的事 我怎麼聽見就就能生犯 我的生犯也是不平的 西伯來書九章二十七節說 我們起念 安德明明 人也能夠一死 死後卻有生犯 傳道書七章二 因為死是重點的結局 我們也必須要去消失法 善善執障 世上過日將要來 我們不得到精神的時候 好好預備 法國十一 讓我們能得到主耶 法國十二十節的結局 是的 這是主耶穌預告的第二個消息 是提醒我們 從現在起 就要認真的思想 好好的力量 弟兄姊妹 今天有些人 還沒有信主的一些人 特別是受無事的影響的那些人 會說 我什麼都不信 我只相信自己 只要我努力 什麼都會有 也有的人說 還是不信耶穌 反而比較自由 也有的人 雖然嘴巴裡說自己信耶穌 但是他們的言語行為 思想意念 甚至比不信主的人更糟糕 那這些人 那這些人 有的是無知 有的是藐視基督的救恩 也有的已經成為撒旦的奴 因為他們以為 活著要行 行樂 死了死了 就一死百了 他們以為 他們以為 死了以後 走完這一死的路程 將來沒有什麼審判 不相信死後有審判 不相信死後還有靈魂 那麼他們活著就會隨心所欲 其實他們要想一想 活著的時候 也許你肉體的感官 會有暫時的滿足 心靈卻沒有平安 沒有適合 而且遇到災難 他們就會崩潰 他們沒有想到死後還要被定罪 並且他們的生命 將要被扔在死湖裡 永遠的死 聖經告訴我們 四人都犯了罪 罪的工價就是死了 死後有審判 我們都是相信聖經 聖經告訴我們 聖經告訴我們 聖子耶穌基督 道成肉身 降生於世 為了救贖世界上的罪人 被釘在十字架上 代替罪人死 第三天復活 他勝過了死亡的全死 他是生命之主 在約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節 記著主耶穌基督說的一句話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 我們要永遠不死 活著的時候 就要信主 因為聖書說 聖書說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 感謝主 神的恩典 活著的時候 我們聽主耶穌的話 相信神 接受祂的救恩 並結著祂的恩典而行 善 主已經應許我們 將要復活得生 我們要出死入生 我們如果活著的時候 不相信主 不接受這個救恩 並且行惡的 那將要在死後的審判中 被定罪 被扔入火湖有死 講到主耶穌說的這句話的時候 我記起我們家的一位長輩 她在得病以後 她也一直很平安 雖然癌症會使她很痛 但是她一直是很平安 在她離開世界以前 她說 將來在我的墓碑上 要刻上八個字 復活在我 生命在我 她說 這樣看見這個墓碑的人 就知道信主的人 能夠在將來得永生 因此 弟兄姊妹 罷不得 我們現在 已經聽耶穌話 已經相信主的人 我們真正的 能夠在將來 得著 復活的生命 在主台前 接受審判以後 進入永生 在啟示錄二十章十一到十五節說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 和坐在上面 從她面前 天地都逃避 再無可見之處了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 無論大小 都站在寶座前 案卷展開了 並且另有一卷展開 就是生命冊 死了的人 每個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 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每個人 不論大小 都要受審判 於是還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那是已經死了的人 他們都照個人所行的受審判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虎婆裡 永死的人就扔在虎婆裡 這個虎婆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 他就被扔在虎婆裡 我們回家去看 《啟示錄》 若二十章十一到十五節 就記得很詳細 將來的審判 我們這些信主的人 並且遵行主旨意的人 在生命冊上有名字 我們就去享受 那永遠的不樂 不信的人 就到虎婆去用死 弟兄姊妹傳道書七章二節說 死是眾人的結局 活人也並將這時套在心上 我們活著的人 有的人不喜歡死這個字 誰要說死死了死了這個字 不許講 特別是過年的時候 誰要說這個死字 好像不敬禮 廣東人好像四樓不喜歡住 楊牧師的生日是農曆的正月十四 不是腰腰室 楊牧師的他的腰室 腰腰室 有一個親戚 生病了住醫院 這個病床的號碼就是死 四樓四號房 這個病床是四號床 哎呀他就不住 寧可不住院 那他的家人都勸不好他 就來我們中國 就來視頻叫楊牧師勸他 楊牧師就跟他說 我的生日是正月十四你記得嗎 他說記得啊我知道啊 雲小姐的前一天農曆生日 就是你的生日 楊牧師說要要死 我現在九十多歲還沒死 不要這麼迷信 楊牧師的楊曆生日是兩月十八號 楊牧師說我的楊曆生日是要發 照你們的講法是那個本來要死 後來又要發到底要死還是要發 都不對的你要信主 你信主 這個人其實也信主也是或許 信仰上不是很清楚 你是基督徒你還那麼迷信嗎 別人勸都沒有用 楊牧師跟他這樣說了以後 他去住醫院了 而且很快的病就好了 所以我們活著的 我們要關心的那個將來的極局 死是中人的極局 我們現在是活人 我們要關心的是 我們放下我們的肉體 我們的肉體離開這個世界以後 你將來是出死入生 還是出死入死到永遠死的地步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應該糊裡糊塗的活在世界上 很多人是糊裡糊塗的在活 我們也不應該糊裡糊塗的就這樣死掉 我們活著的時候應該好好的預備 把握自己的精神 讓自己的名字記在那永活的生命冊上 將來永生的盼望 末世會顯現的救恩 天上的基業你是否得著 將來你是永遠活著還是永遠死去 你是在天上享受永遠的福樂 還是被扔在火壺裡 第二次死不得翻身的死 完全就憑你現在 你與神與主耶穌的關係 感謝主賜給我們聖經寶貴的話 主耶穌預告的兩則消息 對我們來說是應許也是提醒 主耶穌的預告 主耶穌的預告加添了我們的信心 也給我們帶來盼望 面對災難 面對瘟疫的流行 我們無需恐慌 其實我們更應該預備的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家的護理員蠻可愛的 雅師母啊 你糧食裡面油都囤了一些嗎 我說沒有啊 就跟平時一樣 我只是預備了兩箱營養奶 因為這個營養奶是 楊牧師每天要喝的 而且廠家常常會沒有貨 那我平時也是兩箱 現在也是預備了兩箱 他說 那麼你也要吃飯了呀 你的糧食有沒有囤 我說沒有啊 我沒有囤 就跟一切都照常 都跟平時一樣 其實預備這些東西 有什麼用呢 就算你預備了一個月的兩個月的 那新鮮的蔬菜水果不可能擺那麼久 他們都以為手中有涼心中不慌 其實我們更預備的是我們的生命 當你的命都沒有的時候 你預備的這些物質又有什麼用呢 我們在大災難面前 我們最牢靠最安全的寶藏 是我們所信的神 是我們的主耶穌 所以四人要悔改 要回轉 要聽耶穌的話 要相信耶穌 中國人講 一個人一生一世 最大的福氣是什麼 是善終 就是他死的時候很平安 離開世界的時候很平安 走到人生的重了還是平平安 所以有一句很惡毒的罵人的話 叫什麼 不得好死 那當我們活在世界上的時候 我們因著聽耶穌的話 我們信耶穌 並且遵行祂的旨意行 我們做我們天父順命的兒女 我們過聖節的生活 我們以敬為神的心 來過每一天的日子 那麼我們的名字 將記在生命冊上 這才是我們最大的福分 弟兄姊妹 願我們都記住主耶穌 末日兩者預告 關於末日要來臨的兩個預告 我們認真的聽祂的話 遵行祂的旨意 快快地把福音傳開 使更多的人得救 那麼我們在座的 我們在生命冊上 都會有名字 這才是我們最大的福分 我們低頭的禱告 我們的神 我們的祖母 我們在天上的阿爸父 我們感謝祢 在這瘟疫流行的時候 你的話語 極大的安慰了我們 你的音訊 你的提醒 我們都牢記在心 使得住 我們應當把握時機 好好地預備自己 好好地預備自己 謹慎自首 盡心禱告 使得主 我們也要按祢的旨意 把福音傳開 使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親人 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同胞 我們周圍的人 都能因著信主 而得救 我們把我們的教會 恭敬仰望 在主你的手裡 求主 你與我們每一位 弟兄姊妹同在 也保守我們的心靈 祷告祈求奉靠 祈求基督的聖明 阿們